大家好 歡迎來到卓遊講玩卓遊的時間 大家好 我是Ivan 你好 我是大家的節目主持人阿嘉 大家好 我是Andy 我是Collector William 好 今天終於來到VL大師設計遊戲 Victor Lazzardo 對啦 Victor Lazzardo的新作 剛剛都到課的就是Invention Evolution of Ideas VL大師出名是出重遊戲 再加上是超貼的遊戲 我們等一會再說一下對他的感覺 約了一說一說遊戲如何玩 都不太詳細說 因為都有很多細胞 其實遊戲大概是玩四回合 四回合每個回合大概是行三個行動 三個行動完完 即是拖完十二個行動之後 就會開始計分 他有什麼行動呢 說明Invention 就有些東西要發明 每個大回合其實都代表每個時代 旁邊就會有些當代代表性的一些科技 文明都會放出來 這些東西就會連結到之後 你會有些叫Ideas 你要出現了 你才可以將那些東西公諸於世 或者將它發明 我有這個點子 對 這件事就會在行動中表達出來 我們每個人有三個行動 就由柱 柱去代表 也是一顆大的 對 就會放到這個版圖上 有二四六八十個行動 你想到的辦法 我有一個科技 我幫你發明它 將它令它實現了 然後一實現之後 又有人發覺 你的東西可以再去改善 令它好一點點 這樣就踩下去 令到它更加強一點 但都是象徵化的 之後踩完之後 最後的動作 就是公諸於世 公諸於世 公諸於世就會在地圖這個位置 因為每個位置有七大洲 這個想法就會把這件事 將你的人丟進去 那個州份 代表這群人有份發明 這群人其實是 代表在這個區域的影響 因為發明了這些東西 其實這個遊戲 主要都是圍繞這四個行動 其他那些是什麼 因為很多人出去了 你就可以收回那些人 放在對應的位置 這個世界上有幾種不同的學者 有學者 有不同種類的人 對 有不同的科技 就需要不同的種類的人去發明 對 因為主要這個世界上有三種顏色 大概是藝術 有些叫做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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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三樣東西去運行 每樣東西發明都關於這三樣東西 這裏就會收回那些人 令到多些類似的人去幫你發明某樣東西 或者去把那些人去建造這些建築 那這裏有個位置是拿這些建築 是你可以建造到你自己的版塊那裏 那裏 拍下去當然除了拿到蓋著的優惠之外 它上面都有些長期的行動 或者是一時的行動 或者它要建造的位置 令到你可以留一些分的力度 計分其實沿著玩的時候也會有些分 但是沿著我們也有三張私家單 就三簡易去完成 再加上就是剛才建築這裏的分 哪個最高分就是勝出遊戲 遊戲也有些小位 但是可能我們在談論的時候 再慢慢再長講一點 遊戲就是大概這樣玩 好 那不如我補充一點 其實這款遊戲我們玩 除了我們放這些工作人員 這個工作人員 其實看到有十個行動空間 它是一個黃金的銀行法 就是我們放了一個工作人員之後 同一個打橫的位置 我們旁邊不可以再放 我們自己的顏色的工作人員 同一格都不可以再放 還有一個限制了大家的行動 有些卡的位置 這個在我們開頭的時候 玩下去其實未必真的要去到禁卡 但是去到後期的時候 發覺有些行動 我怎樣也做不到 就是因為我曾經放在那個位置 都會加了一些限制給大家 好 大概就是這樣玩 不如看看大家的感想 不如由William看看有什麼看法 好 我是一個美式玩家 重拆是會玩的 不過就不太擅長 我喜歡一些插隊遊戲 多數都是有電影 所以VL曾經一些遊戲都很適合我 例如Windows 卡班那類 這一隻我純粹講過電影 其實玩下去感覺上 就不太貼電影 比較抽象一點 不過我剛才趁我們休息的時候 我看回規定 它每一樣東西都有些解釋 例如那塊板 因為我都說 你無緣無故發展一些想法 你放到那塊板去做什麼 怎樣建立一些建築 它說這是你的社會 隨著你的想法越來越多 令到你的社會向上展開 這個是它負一些意義 我覺得總共玩下去 其實我喜歡它的地方 就是它的主軸 其實都是有威有的特色 它都是一個主要的機制 然後就串連很多不同的行動 基本上就剛才也有說到 主要是玩這塊板 雖然規定有很多小規定 很複雜 但玩下去我都覺得是順滑的 不過當然玩的時候 你會不會很有經驗 那種時代的變化 或者是那些想法 去到成形 其實是沒有什麼感覺的 你就知道 你知道這個行動 就是提出想法 和分享的想法 但你就不會感覺到 我真的發明了一種很強的 一個偉大發明 就沒有這種感覺 但總共我覺得 它是一個這麼複雜的遊戲 它嘗試什麼東西都負了一些意義 我覺得也是可以接受的程度 我覺得鐵片程度來說 我覺得是可以的感覺 好像發展科技 就一下子 可能進入一些爆分的位置 但當你發展科技 適合一些文化的底運的時候 你做一些因素 可以提供一些 另外提供分數給你 也是代表你的文明 在發展史裡面 如何去貢獻這個世界的方法 就像遊戲 Evolution of Ideas 這個主軸 它有嘗試把這些東西 把進去 如果你說電影的話 一定比不上 以往的Kaban Vinhos Geras 從經營上的東西去角度 如果你抽離少許 退後一格的話 這個又會比起 以前的Redder Machine 是好很多的 是好很多的 Redder Machine 在一個架空架構的情況上 就不會這麼相比 不過是的 它是在電影上 是以一個宏觀去代替 每樣東西都相符相成 每樣東西都有它很輕微的環環相構 所以以貼編懷説來說 我覺得是可以合格的 如果對於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 我覺得這遊戲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因為這些行動 即是我完成一張單 所謂的一個 完成一個發明 你由點子開始 接著就要付諸實行 然後有人去新興 然後再全部去公諸於世 這四件事 你不會一個人就做到 你要是不同的玩家 他都會有些誘因 令到他會想做 但是記住 我們剛才說的一堆 只有可能你發明 那個點子的人 他才會獲得那個分數 其他人可能是負帶有少許的利益 但從這個遊戲機制 就會有少許 令到玩家和玩家之間 有少許半合作的意味 但是那個東西又不是 在遊戲機制中間 滲透出來 你就會很自然 我就順便幫你做這件事 因為那個東西 我自己也有利益 我也有得著 從遊戲設計機制來說 我覺得這個位置 是做得不錯的 我覺得這遊戲 剛剛Andy這樣說 其實正向的回饋感 其實也挺高的 就是因為我每次做的行動 其實基本上都是在利益自己 所以你其實都 益到別人的時候 其實就在秤到底 我益到你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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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玩樂的時候 所以才能出現半合作的味道 而不是我一定要卡死你 我卡到你不能動 這就不是這樣的遊戲 好 有趣的 另外它有第三點 就是講講VL的味道 VL味道的遊戲 就很喜歡一個行動 就要爆很多行動 但是這個 另外用一個很巧妙的機制 就是加這些叫做訓練的東西 這個訓練那裡 就會受限於你的 Inference 因為Inference 越低 你能夠觸發的連帶效果 就會越低 只有一顆 每次到你玩的時候 最多可以解鎖三顆 其實你訓練也是三顆 就不會像以前那樣 去到無邊際 訓練到遠的 這個也是三顆 但是都想得久 都沒邊際 都沒邊際 都想得很久 都很遠 有些被訓練那些 它是訓練A 然後訓練B 然後被訓練B 它會連帶到 有C或者D的行動 因為這個訓練 不是單單你拿資源 其實是 因為總共十個行動 你訓練是說 第一個行動 第二行動 第三行動 第四行動 最厲害的時候 可以十個行動 有四個行動 但是次序 你怎樣去連動 那個位置 我覺得很強 這個 對於剛才Andy所說 其實他的設計 就是因為一個打橫 和一個合法數 是不可以重複的 他就給了一個 所謂你要想的位置 他怎樣打破 打破 我不可以同一行走下去 那我就怎樣靠這些訓練 訓練到那個 再連去另一個 原來可以做同一行 另外那一格的行動 那個有趣的位置 這個位置 當你做到的時候 是一個很爽快的行動 最初見證著 有人做這種行動的時候 有點像玩White Castle 那時候的感覺 為什麼你一個動作 可以做這麼多東西 我一個動作 就純粹把人收回來 為什麼這麼大的分別 這個遊戲 是有這種感覺給你的 你剛開始觸發到這件事的時候 你很想 怎麼可以用一個行動 去觸發另一個行動 越做越多 做越多 就覺得越賺得多 但是呢 去到遊戲中期 又開始有一點點變化 就發覺 我的訓練訓練開始越來越多 當你想辦法 想用盡它的時候 就發覺 我做了很多無聊的事情 才能做到 不如我直接做一個行動 會有變化 另一個感覺就是 你怎樣對著自己的 跑分目標去前進 而是用盡所有的行動 其實不所有 不是Wide Castle 你做得多 就一定有賺 即是你玩到天花龍鳳 原地自尊 原地自尊 就是原地自尊 是純粹搞局 對 但是這件事就會令到 玩家AP的時間 我覺得在某程度上增長了 對 提到AP 其實這遊戲 都頗嚴重 我們玩 開始的時候 每個人走一個人 一首歌的時間 為什麼會去到AP呢 因為其實它的位置就是 它的訓練 其實不是一個確定的位置 即是不是做A 以前做A 還是做B 它做A 會根據桌面上 不同的卡 不同的你收回來的卡 是會有所變化 所以變成每次行訓練的時候 你都要想一下究竟 如果我能夠訓練 我要怎樣去善用我手上的東西 就變成每回合都要想 即是局勢起 一有人做了你的技術 就已經變成你要想 重新想過 對 這個是另類的考驗自己的卡位 即是我們之前說過 Aware of the Machine 它那個Worker Placement 那個卡位不是很強烈的感覺 這個遊戲其實坦白說 Worker Placement 頂籠都是自己卡自己的 在人的Payor和Payor之間的卡 其實是沒有什麼效果的 純粹是億人有一個影響 但是它另外的卡 就是我要先過你做的行動 去洩了你本身想做的訓練 拿走了它 令到你的盤棋不同了 那個卡位就要想 究竟我要先行哪個行動 先行哪個行動 那個位置就是變成 這個叫間接卡 那個位置的味道是很有趣的 不過這個我覺得可以有一點預估 你大概可以預估到 他譬如是時候會動 可能他已經提出了想法 你會想到 其實可能他也差不多要收回人 但是我也認同 我覺得它有點像Five Tribes 即是很久之前的一隻 即是叫做波棋遊戲 那隻也是去到你的時候 你的局面會大扭轉 然後你就要去到那一刻 才做新林局 那我這隻是半個半的 即是它有機會 是因為譬如你想去幫別人 譬如像我 因為我在剛才的遊戲當中 基本上都是尾門 所以我都沒有可以計劃 因為我從阿金開始 然後一直下去 其實三個合作之後 那個世界已經不同了 這樣就會令到我那個位置 會有更多AP 但我覺得前一兩個 可能早一兩個 都會有少少可以計劃到 不過說AP這件事 我覺得他也有考慮過這個位置 例如我們放這些圓圓 他用了這樣的方法 記住你拿了什麼顏色的圓圓 等別人聽的時候 你才慢慢去找回 插一本書 看看哪個圓圓是有用的 才慢慢再起 令到其他玩家思考的時候 你可以在玩另一個拼圓 令到AP的時間 沒有再嚴重一點 這個方法是一個不錯的方法 叫做避免了他的多樣東西 要不然的話 要看完這本書 太久了 真是很久了 已經接受不到 帶到你一個問題就是 本身這遊戲 我們其實是學 我想最初摸索的 頭三個動作 就開始要摸索到 主動作和主版上的所有東西 但其實另一個要研究的地方 就是我們每個人都有一本小冊子 其實我剛才所說的 有三種東西 文化 有技術 還有經濟 這三樣東西 其實各自都有七款不同的建築 再加上另外有一個 結尾遊戲叫做財富 即是財富 也有超過ABCDEF 至七款 所以其實學就學簡單 但另外要研究這堆東西的混合 其實都很誇張 所以其實根據BGG的難度 的硬性 它是去到4.71 4.71 差不多去到5的情況之下 若果沒有玩開VL的遊戲 你可能這次碰下去 你會有多一些預期 就是在學習軌道上 會比較吃力一點 我覺得 聽烏斯以來 但其實你玩一回 我覺得已經很滑 有滑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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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 基本上你要知道你會問的問題 它都已經答到你 或者有些細烏斯在裡面 你都可能可以找回 我覺得這本東西是做得不錯的 賺這本東西 賺一張 這張就不賺 不是的 多兩張就賺 這張其實是講 你十個Action裡面 每個Action做些什麼 但問題是 這塊PAA只有兩張 要兩個Player Share一張 但基本上 到你推動的時候 你一定要拿著它 你一定要urosy 看著它 逐個步步 那這種歌 todo很滑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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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 它使用的字 或者標籤的解釋都是很容易明白 很容易理解 大家玩到這遊戲 好 我想我們又讚過一下 又談過一下 不如我們試試跳去介紹給什麼人 適合玩這遊戲 那一定是從臭玩家 譬如我玩這款的感覺 我覺得是有趣味的 但我會想 如果每次由Wooz去玩 我估計 因為我不是打開遊戲 可能我再玩半年後 或者幾個月後 應該會忘記了東西 由頭來過 可能我會玩Widcastle 如果都是同樣的感覺 所以一定是重玩家 還有會打開遊戲的人 好像剛才Ivan也有說 它有些學習軟體 可能你也需要時間去摸索 感覺遊戲是怎樣 那一定是要熟玩遊戲才能把所有的能力 想比你經驗到的東西 我會推介一些曾經被VL前幾作傷害過的朋友 這遊戲是可以開始嘗試 這遊戲是比較煩的遊戲 你來的 坦白說VL大師出名貼電影和重的 電影上它是合格的 但以它的功力來說 這遊戲我覺得它有新嘗試 有些少少清新的感覺 但都擁有它的影子和味道 而思考上它是4.7% 所以其實我是滿足的 玩完之後 也是整個腦袋都拌爆了的情況下 我玩完之後是會上覆桌的感覺 這個是很久違的感覺 其實我最喜歡這隻遊戲的原因是 我喜歡去轉動的動作 你一個連一個 連一個 如果你喜歡這件事 或者你可能喜歡玩Wight Castle 但你覺得Wight Castle可能太輕了 或者有些位置 Wight Castle太快了 太快了 即是你想燒久一點的 而且我覺得你就可以試這隻 完全是跳了四五格的Wight Castle 我覺得這隻遊戲最帶給我其中一個深的印象 就是我們玩到遊戲剛開始 大家就站起來 在思考遊戲怎樣玩下去 有這樣的場景出現 就代表遊戲有味道 大家是真的肯花時間 或者思考力去想 如何解決遊戲的謎題 我覺得這個位置足以證明到 就是大家玩下去的時候 腦袋幫你很重要 大家在AP的時候 都覺得是要AP的 沒有辦法 無可避免的一件事 我們就給一首歌的時間 所以如果喜歡玩重拆 我想是VL大師的粉絲 這隻應該不會失望 我想玩這些遊戲 周杰倫都很忙 因為給我一首歌的時間 我們今集來到這裡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留言和分享這條影片 其實這遊戲是難得一遇地好玩的 所以喜歡的就多分享給重拆的朋友去看這條影片 我們今集來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多謝大家的支持 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記得按讚、留言、分享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很多不同的節目等著大家 特別多謝所有Patreon的會員 很開心可以和你在Discord裡聊天 有興趣的話都可以夾我們的 我們下一集再見 Thank you 拜拜 拜拜